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時間差不多,我們這一場差不多就要開始了 感謝大家今天來DataSand Playground的最後一個議程 今天這邊請到的是這裡有一個 他們是一個開源的Project 然後叫Michael天哲 那在DataSand可以用電線去找 那這樣是讓你可以在一些Beddy System上 就可以運行一些Machine Learning的一些Framework這樣 那他們今天團隊有三位開發人員都會上海 如果沒有講這個題目 那我覺得後不多的就把時間留給他們 那請大家歡迎他們 謝謝 嗨,你好 我先把這個頁邊拿下來 然後換成我的PowerPoint Foundation 我叫做Neo 然後目前在Arm這邊當工程師 我先用Arm Template 就是PowerPoint的那個檔案來做這個東西 所以大家不要在裡面都一直覺得我是開源的 我本來 先講一下我為什麼會一開始做Michael Tencent這個Project 好了 我本來事實上在Arm的Headquarter 劍橋那邊是做平衡運算 所以在劍橋那邊的生活 我會常常在滑船 OK 這是我會做的一件事情之一 然後還有另外一件事情是 盯著我們的GPU Pipeline 看怎麼會把東西塞更多東西進去 然後更有效率出來 雅劍會做的事情 可是那邊我學到很多東西 跟大家分享一下 你覺得船沒有那麼好滑 你常常那個桿子會插在那個 可能不知道哪裡的泥巴裡面 然後如果你抓太緊的話 你丟一下這個 你要掉下去 這個是你要學 這大家需要學的東西 第二件事情呢 就是平行算的時候 我們理論上想要每隻 像這樣狗 每個狗都有個盤子 它很好吃就好了 這樣 這樣不很好嗎 世界完美 可是事實上你做起來是這個樣子 就是亂七八糟 你Stread會到處走 然後你的Pipeline 還會有不同的那個Function的關係 所以你可能那Utization會很高 記憶體也是一樣 亂七八糟 可是當然好處就是呢 Arm這個公司我覺得不錯 因為 你可以偷偷學很多東西 所以你只要把包裝的蓋跟 工作差不多就可以偷學 那Machine Learning 但是我在那邊 就是有時候 有時候寫口寫淚的時候 會寫 會學的研究我東西啦 所以 就是說 基本的你可能可以學這樣子 然後 對啊 所以 事實上那個時候就OK GPU OpenSea啊 然後什麼 怎麼 compute 做Machine Learning 是不錯的事情 然後 然後想說 OK GPU就是反 GPU就越塞越快啊 嗯 這樣 就有 計算 計算資源 就反而Algorithm就可以跑上去 可是 有時候我們真的需要想一下說 真的是這樣子嗎 有沒有別的發展方向 那 我很欣賞 那個 福特就是做 真的 美國車子啦 的那個 之前創始人 他講的一句話 就是說 如果你問以前的人 他們想要 怎麼樣的 產品化 他們會跟你講說 他們 想要更快一點 OK 所以 如果你 常去問使用者 或者 問很多 嗯 就是 可能 沒有花太多時間去 真的探測 探討這些問題 他們想要什麼東西 他們會跟你講說 以現在的方向 繼續發展下去 會 會是 做得更好就好了 就像更快的嘛 事實上我們可能有車子 可能是更好的解決我們 傳輸 傳輸 方式的一個 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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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選擇 那我今天想講就是說 GPU是 或者是 High Performance Computing 是一個很好的方向 沒有辦法取代 可是 事實上我們還有別的東西 可以發展 比如說 Microcontroller 也就是說MicroTensor 我們最早開發的 就像Target Plot 那 它基本上 現在非常小 大概 1cm2左右 所以 雖然我手錶 現在是戴著Gami 運動手錶 那裡面事實上 也是有個 MicroControl的在裡面 非常便宜 一塊錢 也許是算便宜的 可是事實上 大概就是這個價錢 你可以跟那個 NVIDIA TITAN比比看 可以買幾個 然後 還有非常省電 大家會再講一下 為什麼這個很重要 可是問題是 它跑得很慢 100MHz 已經是非常 仁慈的一個估計 可能更少 那 RAM呢 256K 也是很大 在MicroControl的世界裡面 你跟 GIGABYT的RAM 在雲端比較的話 這是差別非常大的 我們看一下Power 我們現在這個上面是比較三種 運算平台 一個是GPU 我好像是拿TITAN來比的 然後還有RASP 還有MicroController 都畫了一個圖 可是你會看到上面上只有兩條線 那基本上 因為你 你橫的那個是 它的Power Consumption 那 上面還有些是在指 說它在運作的時候 它會畫到變 跟下面是說 它在 沒有在運作 只是在待機狀況 會好多上 那你現在看到的 全部都是 GPU的 因為 因為我懶得用Lock Scale 去畫這個事情 所以如果 Linear Scale的話 你基本上 就看不到後面的東西 我們要看的事實上是那裡 那 我記得沒算錯的話 好像RASP Pi代明是 0.4瓦 然後 如果是MicroController 好像 基本上是 我們是以 以miniwatt 以下在算 所以這圖上看不到 你們知道就好 OK GPU GPU是什麼GPU TiTEN的 TiTEN的 我要看一下 好 我看 Note裡面沒有寫 是Desktop那一種 是Desktop那一種 對 不是 對 我在我們公司工作 我不應該這樣講 因為老實說 我們Mobile GPU 會很小很多 對 手機電池 不可能有這種 多少 300多瓦的電力 在那邊跑 不過 你說的沒錯 如果是要算 那個GPU的話 數字不能公開 可是如果你 我們把這個GPU的數字 推到 就用MobileGPU代替的話 那也許我們會 那邊會看得比較清楚 那以這個計算的話呢 這是我很簡單的計算 就是這種電池 就放在 可能 我不知道是這種電池 沾在上面 可能是手錶啊 或者是 藍牙的Tracker 那種丟氣式的 或者是可以用很小很小的 電子設備裡面 然後水電池 沒有那麼大 實際上跟頭盤大小差不多 如果我們再次跑 NerrorNet的話呢 一個QuineCell 然後簡單的 非常簡單 load resolution的image 大概 每五分鐘一張 好了 如果我們每張影像 用一秒鐘計算 那我大概可以跑個一年 那我大概可以跑個一年 這是以目前 這是我基本的計算 用 我昨天上網 隨便查一個MCU 可能還不是最省電的 好像是Cortex M3 它在M16 我還記得 做的那個sleshing 做的計算 大概是這個情形 那OK 這個事情很 就感覺很棒啊 因為我們 現在可以用水電池 或 那麼簡單的硬體 就可以跑 Deep Learning的 Inference在上面的話 但事實上 我們現在有很多運用 像 雖然這個不是很環保的 想法 可是說 不知道為什麼要這樣做 反正就是如果 你要正式下水道的東西 我弄一堆這種 泡氣式的Sense 我丟到下水道裡面 然後 你知道它都可以 傳資料回來 然後還可以有 就是我資料分析 比如說 我們的下水道中 那這些Sense 事實上掉了 我也不會很清楚 如果我現在要把 一顆GG 都丟下去的話 我覺得公司可能會有意見 那 好 這個問題 事實上要解決 也是要蠻多問題要解決的 所以我就請了 就是 反正這邊有兩位 另外的那個 包括天使的Authur 跟 跟那個 我的 就是奧倫的同事 我們就很高興 在九份這邊 在討論說接下來的 Lease Map 你也知道這個 就是部分收集 不同公司一起做 反正目前呢 我可以給大家看一個 你們今天唯一會看到一個成功的Demot 所以 這是一個首寫電視 寫一個3下去 然後按那個 Inference 他又告訴你說 現在有人刪出來 那是Pring F 我那時候做Demo 非常的改 所以 我們連字的大小 都不知道該怎麼強 我就先錄我這個影片 然後旁邊酒跟香蕉 所以在旁邊 指定的一個 背景 在網路上 如果YouTube 你找MyContent 就非常多事情 然後 要什麼運用呢 有個非常有趣的應用 也是我們團隊之後 會看的 是Sensor Fusion的部分 那很快的講一下是什麼 像 打卡卡道遠 可以講更多 我們上面像 一塊這種板子 我們可以有很多不同的Sensor 比如說 有Microphone 有Serrometer 我們有感光的東西 我們有IR 我們有微波等等的偵測器 每一個偵測器 分開的時候 事實上是沒有什麼 你可以偵測一樣的東西 這很無聊 IoT的東西要做這個嘛 就是 讀資料傳回去 這有點太無聊 可是如果 我們有Nero Network 我可以把 所有Sensor的東西 整合起來 讓 這個Sensor 我們更了解 這個狀況 我們 每個人有眼睛 鼻子 嘴巴 有五官好了 你每次 看一件事情 難道你只用 一個感官嗎 一定不是 所以 SensorFusion 也是要這個概念 那 現在 這是聽大家公司做的 當然 叫SUPER 如果你把 一個Sensor 插在 像紅色鏡頭指的 那個插座上面的話 然後 你用不同的電器 這邊 會有不同的 那個 Sensor資料出來 所以 你在開不同的電器的時候 你這樣可以 classify 它可以 分辨得出來 現在是 火汁機在開 還是咖啡機在開 那 當然還有更多的 其他的 偵測 就看你 training的時候 怎麼做 好 那是運用方面 那 在我交給 卡三米之前 目前 Microtensor的 rule map 是長的樣子 就是 我們現在 在 pass release的地方 我們有 支持 就是 4-ly connected 然後還有 dropout 還有很簡單的 documentation 你知道我們寫口 寫的 documentation 快 目前呢 我在做 alpha release 這樣子 還在 想辦法擠出 那 我們現在 現在 應該會聽到 convolution的消息 以前 以前跑 Macrotensor需要SD卡 因為你的 model 事實上 你的 weight 很難塞進去 所以用什麼SD卡 可是現在 只有卡三米這邊 有在做很多的調整 可以直接把 Havin 那個habit 然後塞到 那 我就先不多說的 把剩下的交給卡丹 好 我是卡三米 那我 目前是那個 專業的 經濟學習的 工程師 然後 我今天會介紹的是 Microtensor 在Device端 它的部分 包含它怎麼執行 然後包含它整個開發流程 我這邊都會稍微提到 然後呢 Microtensor 基本上 以目前的它的定位來說 是 主題 將Deep learning跟Microcontroller 把它整合在一起 然後 它本質上是一個 Machine Learning Library 然後它做的是 Inference 然後 它有一些 System Integration的東西 那大家可能就會很懷疑 那到底 就是 為什麼一個 那個 資料科學 啊 資料工程師會去做這個呢 其實 我自己很想問這個問題 不過 很多時候都是意外 那 我們先大概 了解一下 Embed工程師 它的日常 大概是什麼 除了第一項以外 實際上大概都是日常 就是 以目前來說 C在家的Porting 然後Flash到Device上面 然後Runtime Behavior 你可能要去 注意你的Code Size 你在不同的Device裡面 你所能夠用到的資源 是有限 而且甚至你的 那些資源可能 根據每個板子 它所需要的那種 要求是都不一樣的 那 這到底什麼東西 為什麼 以資料科學家來說 這基本上是另外一個 算是另外一個 Rone Map的東西 那 MicroTensor 它主要是把這幾個部分 把它整合再 變成一個流程 從資料科學 Train model的部分 到整個到Flash 晶片的部分 它都把它做了一個 空虛鏈的整合 那 首先我們可以看到 我們在一開始的時候 我們會先去 我們會先去 我們會先去收集 看起來是特別 我們會先去收集那些Data 那這些Data 其實在做產品的過程之中 收集Data 反而是比較 比較麻煩的部分 那 把這些Data 收集到之後 我們 目前來說 我們 上面是用 TestFlo去做 Chaining 那 未來也可能會去支援 Pythorch的部分 然後 將這些 Chaining的 bodel 它 以 TestFlo來說 它會變成一些 格式檔 像 O1X 或是說 MoroBuff 那我們再將這些 格式檔 把它 用CodeGin的部分 把它轉成 那個 MicroTest所能讀的 是叫做File 然後 我們再跟 將這些File去 就是寫成 你自己所需要 Application的 執行檔 然後 我們再將這些執行檔 用Compile的部分 然後用M-Bad那邊的Torch 把整個 把整個 執行檔 Bash到 晶片上面 所以它整個流程 基本上是將 資料科學的部分 然後 以及到 晶片的部分 把它串接起來 變成一連串 那個工作流程 因為 對資料科學家來說 有一些事情 基本上 是 日常生活中 不會碰到的 那我們就是希望說 將這些事情 把它打開之後 會變得比較容易 去將 每一個model 應用在不同的場景上面 那 我大概 簡介一下 那個 因為 因為 Minecraft Dungeon 目前來說是 MachineMing model 因為 之前像 SDF 還是 Minecraft Dissension Tree 其實基本上 都過多過少 已經被用在 例如說 像 都已經過了過少被用在一些MicroControl的上面 所以現在來說我們主要是做Deep LearnerFill的部分 然後這是一個簡單的Multi-Layer Processor 然後我們可以看到就是說 我們將原來資料把它變成784的一個Vector 然後每一層去分類其實就是一層Meturing Modification 然後它經過每一層Meturing Modification之後 它會將那個Representation 儲存在它所謂類神器的單元裡面 然後到最後再做那個Sold Max 也就是它Accubation Function之後 它就會變成一個值是可以用這個值去判斷現在這個狀態 它的結果的部分 那我們就是把這個部分去當作一個Release的部分 就是Predict的部分 那這整個過程其實它對於Memory的要求 應該說根據你不同的Model 它對於你Memory的那個所需要用的量會有不同 所以在這個時候我們就需要一些其他的工作 假設你今天要考比如說像BG-19 這樣子的Meturing Modification的時候 我們需要怎麼樣才能夠 這樣它執行在Meturing Modification上 因為剛剛我們有說過 以Meturing Modification來說 它的RAM基本上200多K其實都是算高的 而目前來說我看過最高的可能也只有大概一兩M而已 那以這樣的 以這樣的 如果各位有Train過那些Data的話 隨隨便便的BG-19或是16 它的Wid加起來應該都是幾百Met以上 所以在這個過程之中很明顯 就是如果你公子把它塞進去的話 它事實上是不能為了 那所以為了讓這些 這些 模型能夠跑在MicroControl的上面 事實上我們對於Tensor做一些客製化的動作 那一種是SD-Tensor 一種是RAM-Tensor 那SD-Tensor它就是 我們大概從名稱大家就可以看得出來 就是說它主要是用SD的做法 然後將你的資料變成一個Cache的機制 然後在SD-Tensor裡面去做一個Cache的動作 相當於去就是說 持做一個Cache的機制 只是說 在RAM-Tensor的時候可以做Swap這個動作 那RAM-Tensor是 將MagicWid變成Constant的StaticMemory 然後用Link的部分把它寫到Fresh的部分 那這兩個部分就可以讓你在執行 就是Fresh的網路的運算的時候 理論上SD-Tensor是可以做到 你可以跑很大很大的類型的類型 當然速度上就是一個圈 你如果要跑一個很大的網路 基本上在Network Control的上面 可能就需要 需要 要一段時間 但是基本上它是能夠跑的 那所以RAM-Tensor它的部分就是說 它把Wid的Flash到Flash的部分 然後它的好處就是 基本上它執行的時候 你不需要用SD卡 你光是 你光是整張板子它都要Flash 然後這樣子它就能跑 但相對來說 它能夠執行的Model的那個Memory的使用量 就會比SD天真 受到限制很多 但是 我們有測過以K64n 或是說STM32裡面的 的板子來說 Flash的執行速度基本上 跟RAM 我自己測過的結果是量起來 速度上是差別不大 所以它基本上等於是說 你直接用RAM的速度去考整個類型的網路 然後 我這邊大概講一下就是說 我們在執行 在Michael先生執行 各位手上所謂的Model的時候 基本上是怎麼執行的 也就是說它的RAM 那 從大概 大概1998年開始 那個時候Yana Boom他們 那個時候就已經做出第一份 就是所謂的用 也不是第一份 因為說他們把 Graph Computing這個部分 把它整合成一個Computing Graph 然後把它變成一個 可以用Compute Graph計算的一個 Framework 然後後來Diano參照這一份的 Framework法 然後把它實作出來 然後到TensorFlow 基本上都是走 就是把它換成 圖去做計算 那MicroTensor它的做法也是一樣的 它基本上將 各位 就是如果你用一些 Tensor相加相寫或是相成 都會把這些 這些A跟B或C都把它換成 是一種Tensor的概念 所以你自然而然就會 在執行的過程之中 它就會像 像是我們 多種編測圖一樣 這A的是一個Operator 你在執行這App的時候 啊A的 你在執行這A的那個 應該說 Operator的時候 你會有Input跟Output 熟悉 然後接下來你會有三個Tensor 以這個範圍來說 你會有三個Tensor 然後在 在有一些Static Analysis裡面 它會去 Troversal整個Brief 然後去知道 就是說 你現在目前 你的那些變數 會用到幾次 然後它的Ligness 它會存活多久 那其實這裡是相同的概念 就是因為我們資源有限 所以我們必須要去精準的掌握 每一個Tensor它的使用期間 那我這邊演示的就是說 我知道A會被用到兩次 然後B跟C會被用到一次 所以我在下面 就有一個Reference County 它會告訴我是說 我在A可能用兩次 它就要被Release 然後 接下來我們就會把那個 A跟B load到 load到 A就是Operator裡面 In的Press Holder裡面 然後 它執行完 A的運算之後 然後 就會把Reference County 再重新Update一次 然後接下來我們 我們就得到一個C C是Output 然後我們接下來 又要把D從C 然後 變成一個Modification的Operator 然後一樣再把那個 Input 把D跟C 塞到Modification裡面的Input裡面去 然後再執行一個Modification 然後更新完那個 Reference County之後 因為D跟C已經沒有使用了 所以只剩下A跟E 然後接下來 最後再做一個 Add Operator 然後一樣再把A跟E 塞到 In the Press Holder裡面 然後再到F 那 這一些行為基本上 它其實不是在 執行期完成 它是在 應該是說 這樣的行為是在執行期完成的 可是 那些Reference County的計算 其實都是在 Compile Time的時候 去做決定的 所以事實上 你在算那些 Reference County的時候 其實你在Flash到 你的 你的Device之前 其實都已經算了 它已經決定說 哪一些Tensor 什麼時候會死掉 哪一些Tensor 什麼時候會被 重新Melo進去 然後 我大概先 這個 我先給各位看一下 這個是一台 那個 平衡車 然後它裡面 只用那個Codex M的板子 跟一些馬達的驅動卡 然後還有一個MPU的Sensor 它是一個還在開發的專案 它目的是在裡面做 那個 Beat Reinforcement Learning 就是 因為以前這種這樣的方式 有一些是用 所謂PID 去做控制 那我們裡面現在 就只有 那個 Reforce Learning 然後包 對 Reforce Learning 然後裡面使用 Lesson D網路去做 Lesson D網路去做判斷 就單純只是這樣 然後 基本上 以目前來說 它 奇怪 以目前來說 它就是 大概可以平衡五秒左右 然後 然後目前來說 我們 在克服的問題 是屬於 那個 Data Collection的部分 然後 接下來我們就 好 歡迎那個 我們最後一個講 Codex M的部分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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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沒有誤會的話 我們大概有二十分鐘了 好 那 大家好 我是D4 然後 Otent 剛剛也看過 我們TING的成員 這樣 稍微介紹我一下 其實我現在 個人現在是在 TING Query服務 然後我的職位是 Fear Scientist 然後嚴格來說 我只會寫Python 對然後 我負責的是 那個什麼 Microtensor Code Generator 它本身是個 Python Project 謝謝 今天我大概會講這些事情 就是說 畢竟TensorFlow它 最完整支援的是 Python的API 所以我想說 如果各位 對Deep Learning 或者TensorFlow 有些熟悉的話 我想 應該對TensorFlow裡面的一些物件 應該是蠻熟悉的 只是說 它的Microtensor 他們彼此之間 設計有類似的地方 互相同的地方 之類的 我可以稍微講 然後最後 當然就是簡單的 在這上面 應該是 我們聽第一次 對外 Demo說 欸 Convolution Network 是不是真的可以跑 我們一直說 那個Convolution 那個operation在那裡 不過 你有把我破梗 他說 它那個Demo 是我們聽 對外唯一的成功Demo 不過對 沒錯 我這個CNN 會不會失敗的Demo 對 不過沒關係 也是 大家給我看看 就是說 欸 我們目前的進度大概是怎樣 反正還在 Apa Releases 好 OK 好 那 這是一個 我畫了一張簡單的圖 就是說 如果你在 你熟悉TensorFlow的話 當你在看Microtensor的C++ 跟那些Code的部分的時候 你大概可以做什麼樣的Late 那 只是比較好玩的地方是 就是 我們的Context Microtensor這邊的Context 的路線 它概念上跟 TensorFlow的Graph很像 可是 它又有點不太一樣 它有 它也會幫你去Manage一些 你在Evaluate 你在執行這些Arp的時候 剛才卡上面有一張圖嘛 生動的動畫有沒有 A跟B跟C跟D EA 這樣 然後算來算去一下 你的Tensor部線 一下被Gablish collection 就是它 對 所以這在TensorFlow的Graph裡面是沒有 這些功能應該是 在TensorFlow是做來Session OK 然後我這邊就沒提 所以 我這邊用的虛線 所以就是它類似 所以你可以想像說 在Microtensor裡面 所以你就是用Context 去把你的圖組出來 組出來 組出來之後 去使用這個圖 這樣 然後去計算 然後 Tensor 就是我們有Tensor 然後Operation 就是我們也是有Operator 這樣 然後Operator就是負責秘密說 Tensor跟Tensor之間 要做什麼樣的運送 嗯 好 那其實 概念都有了 我們就有人可以來看一下 說實際的Code怎樣 那 我這邊是拿 他們 他們兩個其實是比較可心的 Microtensor開發者 就是說 C++那一塊 就是大部分的Kernel 都是他們開發的 然後他們當初的目標是這個 就是 跟大家講鼓一下 因為我應該是 見證了這個 project的 新 就是從開始到現在的 好 那當初他們目標是這一個 這是一個Multi-Layer Perceptron 就是 它有一個 Layer 1 Layer 2 Layer 2 都是Fully Connected 然後最後他們想要 生出一個Wipredict 然後 他們想要去測試說 欸 他們寫出來這些Kernel 跟TensorFlow 是不是算出來的結果是一樣 OK 好 然後這是 他們當初寫的Code 哎呀 這個 有點看不太清楚 動音機的關係 不過沒關係大家大概稍微體會一下 反正他們就開始 噢 我們有Context 然後我們有Tencers 然後AddTencers 然後 OK Push Project 對阿 B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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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是第幾行啦 OK 157行 然後繼續跑 A197 238 欸 我這邊 應該滿多人都是 會對這個議題有興趣 應該是 常常在寫Code的 來 喜歡寫Code的記者 欸 不錯 有沒有看到這個覺得很興奮 哇,好多項目可以寫 好,然後他們就繼續寫 OK,快寫完 應該,沒錯,270的項目 他們終於寫完了,所有Test過 然後他們就是以這個為基礎 做出你們剛才看到 我們唯一成功的demo multi-layer perceptron,然後Minister的data OK,好 那 我當初看到的感覺就是 大概像這樣 200項目而已嗎?簡單 因為我記得我以前跟我 子宮系的一些學弟聊過 社團的學弟聊過 然後他常常講的口頭三就是 喔,那個cProgram 還好啊,看起來還好啊 大概1000行而已啊 看完了,哇 好,反正,anyway 那個 我差不多就是,就覺得 嗯,好 我應該可以用python幫他們做一件事情 這樣,好,那就是 就是因為這樣才 因為我看了一下他們 microtensor的設計 所以我想說,欸,這個我應該 可以把它做一些 就是做一個 比較advance的自傳生成性 這樣,OK,好 那 那,呃,前面考商品概念也大概講過 就是說,哦,TensorFlow會training 然後,TensorFlow如果你看他的那個 Documentation的話,他會告訴你說 呃,你可以把它,你 how to serve 一個model 那你會把,通常是把它變成一個 呃,protobuf檔 然後,其實我在這個pizer project裡面做的事情就是 我parse你的protobuf檔 然後,對它做必要的修改 修改完之後呢,我根據修改完的graph 去生成,必要的C++ 大致上就是這樣 好,然後 這是當初 就是,反正他們 當初做的那些事情 呃,我 算是剛開始做 做到一個階段的時候 呃,就是最後就變成 這樣一個指令 對,你告訴我說 呃,你最後想要使用的那些 open nodes 就是你那個graph裡面 一定會有一些tensor 是你想要 有些op是你最後想要 想要知道的答案 譬如說 你想要預測它 某一個類別的機率是多少 softmax 的那個operation 那你就告訴我說你要哪些operation 然後我就把必要的PZZP 伸出來 好 那伸出來之後 大概會像這樣 你會,呃 所有人看不太清楚 這邊你會看到有兩個資料夾 一個constance 然後一個是model 那constance 的話 這是,不過這是比較早的啦 那個時候 我是把所有的東西 所有 呃,參數 都存下來 然後到時候你把那個參數 放在SD card裡面 然後我必要說去堵它 然後那個什麼 然後去執行 不過,那個時候 因為是卡正名那個時候 還沒有把 那個rom tensor 完成 就是,直接進flash的那些 把那些wait 都直接 直接進flash裡面這樣 那個時候還沒有完成 最財耶 是這個樣子 不過現在也是可以了 對,不過反正就先這樣 然後models裡面就是 就是會有必要的C卡下 等一下我會用這個 失敗的等我 讓大家看一看 實際的整個 整個流程大概會怎樣 好 那這就是自動生成出來的code 其實跟手寫差不多嘛 對啊 反正就是 其實也是不錯啦 就是如果你覺得 自動generate出來的code 你覺得 呃 有寫不好的地方就覺得 嗯,這個效能 這個地方效能應該還可以更好一點 可以再重新繼續修改這樣 至少你 重拖太熟悉 我是覺得應該你重拖太熟悉 挺重拖的 好 那 至於怎麼去把那個pv5 我剛才不是有提 那個 天字flow也有 pulob5 怎麼把這個pulob5 伸出來 就是包括你 定義自己的模型 然後training它 然後把它變成一個pulob5 然後在 然後 後面我會demo說 怎麼用我們的 呃 commonite commonite tool cogen的東西 去把它變成C++的pulob 然後 contine 然後就直接flash進去 那個rump 嗯,好 那 那這邊有兩個iPad上都不可能 呃 就是 你可以參考一下 就是我寫的 對 好 所以就是大概recap一下 就是說基本流程大概是這樣 不過就不細講 欸 oh sorry 按錯 好 那目前為止的狀況是這個樣子 呃 我們有支援一些基本的optimization 像是剛才卡上有提到reference counting 對 我們會自動幫你 呃 去算說每個fensor會 呃 需要可以reference幾次 然後每次evaluate之後就會 呃 減少 它的reference count 然後自動幫你做gout collection 然後 然後 一些bref optimization 原來是因為 呃 呃 你不能裡面有些layer 是在training的時候才有必要 它避免你的neural network 要會 會 overfitting這樣 所以像dropout layer 那可是這個在 inference time的時候 就是你真的想要在 上面跑 然後想要做預測的時候 它是不需要的這樣 會自動 我們的code generator會自動把這些dropout layer 拿掉 嗯 嗯 背貨蛋 yeah 好 那 等我一下喔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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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朋友學到了這招 就是說 哈哈哈 因為我需要打一開始 ok 那 算了 這樣聽得到喔 ok 好 反正 呃 我給他各位範例裡面 就剛才看到那兩個iPad什麼都不可能 裡面呢 有告訴你說怎麼去generate這個pv file 那 呃 只要有這個cli之後呢 你就要convert 然後看一下喔 唉,我有點忘記了,秀好了 好,那... 我看一下我的output layer 我想要output的up應該是這個傢伙 好,然後我就說 convert 呃,這一個 ppfile 然後跟他說我的output not 是這個傢伙 然後...啊,就這樣吧 然後他會去pass那個file 然後封...好 稍微看一下齁 那就會生出像這樣的C++打 好,然後跟相關的header 然後跟... 像我剛才是用rom tensor群眾之類的他錯 你所有的位置全部都在這裡面啦 好,就這樣 好,不過這就是... generate的過程 那... 實際上使用他的時候呢 呃... 就是說這個是... 剛剛generate出來的file 然後你自己寫一個... man.cpp sorry,這個我真的沒辦法自動幫你generate 對,因為我真的不知道你要拿這個burf來幹嘛 對我... 所以你一定知道自己寫 欸...好像看不太清楚耶 好吧 那就也只能這樣... 欸,可以耶 哇 好,反正就是寫一個man 然後... 基本上我們generate出來的c++檔裡面呢 會有個function 然後他會自動幫你把那個bred queue 然後就是這邊的這個... getCypher10CNNCTX這個function 然後... 呃... 像我這邊是... 我在SD card裡面放了... 十張圖片 他是從Cypher10來的 就是從第0類到第9類全部都有 然後我就每一張都丟進去 讓他預測一下 預測一下 預測一下 ok 然後... 我這邊就是把那個... 圖片讀進來 然後... 把那個我想要預測的圖片讀進來 就是這個intensor讀進來 然後... 呃... 丟進這個function裡面 然後他把這個圖建好 建好之後呢 我把我想要使用的... tensor... 挑出來 然後叫... context去... evaluate 然後最後就... evaluate之後你就看說 欸你想要拿這個... 預測的指示多少 你要幹嘛幹嘛 就...就隨便 像我這邊就只是... 想要比對看看說 欸我現在... 想要猜的是... 欸... 喔耶我發現我這邊... 扣寫錯了耶 好算 管他了 好 欸... 不對好像扣是寫對的 隨便啦 好等一下再慢慢提吧 喔這個... 這個demo到昨天... 半夜我睡... 欸... 凌晨2點之前 還是不能動 哈哈 一直到今天早上 我才好不容易弄 OK 好 不過... 不是... 不是...不是...不是... 不是...不是這邊的問題 就是我的... 妹妹一直寫錯 嗯... 好... 那... 好... 那就... 真的來訪拍我看看吧 喔... 喔... 過頭了... 好... 現在就接上 然後... 喔... 那個... 我們... Microtensor的官網上... 就是... GitHub REPL的那個... Rimi下面... 有一個... 就是... User Guide 就是告訴你說... 怎麼用Embed... 一步一步... 使用... 然後... 然後... 把這個整個... project... 架起來這樣子... 對...然後... 然後... Embed Compile... 然後... 用什麼樣的... profile去... 裡面就是會有一些... compile的一些... flag的設定... 然後... Target是什麼... 然後... Torchain是... GCCR... 然後... 一些... Configuration... 然後... Flash... 進去... OK... 大致上就是這樣子... 對不起... 字還可以幫忙... 唉唷... 大概就像這樣... OK... 我在Facebook上面說... 我打算在CostCover... 做Live Demo... 然後下面... 我同事... 所有的朋友... 就說... Never Live Demo... 對... 而且... 後來我聽說... 這也是我第一次在CostCover... 講... 講... 就是這樣... 他說... 主要在... 在CostCover Live Demo... 就註定要失敗... 昨天晚上我本來不信了... 結果真的走下去之後... 我信了... 好... 反正大致上是這樣... 然後我們就... 唉... 好... 再來就是... 見證... CostCover詛咒的一刻... OK... 好... 那就按... 喔... Reset好了... 等一下... 太快... 好... 他就讀... 第一張圖片進來... 然後... 然後... 露完之後... 它開始... OK... 他說... 預測... 應該也要是0才對... 好... 第一個我猜對了... 第二個... 我猜錯了... 第三個... 應該也是錯... 對... 除非... 好... 繼續錯... 好... 反正就是一路錯... 不過... 呃... 我其實今天早上... 完成到這個地步的時候... 我還蠻開心的... 原因是因為... 之前在幫... MicroTensor的... Kernel Debug的時候... 應該說... 我扣券... 這件事情做出來之後... 我們... Team的人也比較好 Debug... 因為他可以在... TensorFlow裡面... 寫一個簡單的 Graph... 然後直接變成 PP File... PP File之後... 直接 Compile... 這樣比較好去... 確定... 他們比較有... 比較多的範例程式... 去... 確定說... 問題到底是在哪裡... 那... 至少... 雖然說他一直戳下去... 不過... Anyway... 至少我看到的是... 呃... 沒有奇怪的... Overflow或Underflow... 然後... 那個... 算出來的那個... Vector... 那個...Tensor的維度也是正確... 所以... 我大概可以猜出來... 問題是出在哪裡... 原因是因為... 呃... MicroTensor基本上是模仿... TensorFlow的API... 就是... 你的所有的API... 應該都跟TensorFlow很類似... 只是說... 我們並沒有... 我們也有沒有那個... 時間跟人力去... 呃... 完整的... 使作跟TensorFlow的... 所有API... 一模一樣的行為... 那... 舉個例子來說... Broadcasting... 那...我可能在... training這個Graph的時候... 不小心用到了一些... TensorFlow的... Broadcasting rule... 可是... 我沒有意識到... 我還沒有注意到... MicroDance... 可能還沒有... 使作那麼完整... 不過... 這個問題... 跟之前幫忙提出來的... 一些BUG... 都算... 太多Release... 應該會有... Stable的CM出來... 好... 我的... Demo就到目前為止... 那... 做完之後的感覺就是... 其實我... 我真的是... 呃... 大概是這種感覺... 因為... 老實說... 當初... Nio找我做這個Project的時候... Tash... 他本身是做... Embedded System... 那我在Embedded System... 其實是一竅不同的... 對... 就是... 這一段時間... 算是... Kazami跟... 呃... Nio教我很多這樣... 那... 我自己的感想就是... 我在這邊... 我能做什麼就是... 心存三連... 盡力而為... 對... 可是... 我做得到... 我就說我做得到... 我做不到... 就跟他講... 我做不到... 那就是我會... 好... 那這就是我剛... 那這邊... 這個投影片... 我之後會release出來... 那這邊... 就是我剛才說的... 就是告訴你說... 你可以一步一步的... 呃... 如果你有自己的一個Project的話... 你可以一步一步的... setup... 說... 包括Embed怎麼setup... 然後MicroTense怎麼setup... 之類的... 目前為止... 碰到的很多Driver的問題... 我們都會寫在那邊... 所以... OK... 那... 應該可以減少... 很多... 困擾... 最後就是... QA Session啦... 有沒有任何的問題... 不管是對於... Cold Gen有問題... 還是對... Mircle Tensor有問題... 都可以問... 好... 那... 如果沒問題的話... 也歡迎各位... 思理一下... 歐...歐...歐... 歐...歐... 請問... 你有沒有考慮吃... O...N...X... 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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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說我正在做 對 其實昨天有一場 Talk 它是一個就是OMC那個頭 然後 老實說 我不會 他們做的事情我不會 他趕快樂場嘛 所以CS的人 跟你專長不懂 我是真心不懂 對啊 不過如果有人願意動 就是詳細講的話 我是願意學 對 嗯 應該說那個 OMC那邊出來的 可能就直接是Bandering 對 那這邊通了我們是 WebTensor 像我們都有定義IR 這種東西 內部呢 所以我們後面 目前接了 然後是Ginger2 對 對 剛剛那個C++的 那個扣子怎麼伸出來 欸我用Ginger2 它是一個HTML的Template Engine 對 然後所以出來C++檔 那這個C++檔 老實說你可能用不同 在Compiler Compiler 所以 在這個情形的話 就是 可能某方面是 比較脫選影片的狀況 對 那因為IR部分 有所有Generator 可能也不是C++檔 也許 他們 他們應該是想 Target Accelerator 對 那你們要Target MicroController 其實是 問題上是蠻不一樣的 是蠻不一樣的 對 你是做人 我覺得你Compiler C++在Execute 其實是很沒 sense 好 我也比較敢用 想聽這樣子 OK 好 謝謝 好 還有什麼問題嗎 好 那 沒關係 反正 我們三個人等一下 應該還會繼續待在這裡 如果有任何問題的話 也歡迎私底下再找我 好 那就謝謝大家 今天來聽我們的演講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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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